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此 瑶族人格外注重对鼻子的保养 那熏鼻呢 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洗鼻的概念 因为我们鼻子的功能 你看它是七窍当中的肿窍 你比如说从婴儿开始生下来 所有的器官屏蔽的 眼睛看不到的 耳朵是听不到的 但是鼻子和外界就沟通了 忽入清新的空气 生成中期元气 形成自己的小宇宙 维系自己这一生之气 就开始运转了 那晚上睡觉的时候呢 这个所有的器官比 这个屏蔽 鼻子不能屏蔽 是吧 它还要呼吸肺的这个气体的交换 来维系我们一生的这个气体的这个运行 本草纲目曾记载 用八豆油脂碾 燃烟熏鼻 治疗中风痰绝 气绝 中毒等病症 依来福子 生姜 舍香少许插入鼻中 治疗年久失阴 而姚家这道特有的熏鼻梁方 则是用功劳液 苍儿子 金耳环等几味草药 煎煮而成 然后用硬牛皮纸 折成圆锥形 大口封住药罐 小口放入鼻中 进行熏蒸即可 无论在什么时候 姚族人都会记得养生这件事 要从孩子开始 对 再吸 对 再来 这片料材 轮起来就是特别的芳香 芳香 你看 闻来之后 你感觉会特别清醒 鼻子和眼睛就特别亮 是吧 而且是不是 如果女性这个 美容 还有美容的效果 一定是美容的 这皮肤会细腻 会细腻 刚才我看你像小孩也炫 那小孩炫的话 它这个剂量上各方面会有什么 小孩呢就是它一样的 它因为它吸的 它本身的吸气的量它就小嘛 它所以它对药的吸收它也少嘛 它是根据你肺活量来调节它的距离的 到了冬季咱们这儿 姚家人的这个熏鼻梁芳 闻起来有一点酸 但是草药芳香的气味 沁人心脾 熏蒸过后 鼻子和双眼会有一丝清新舒爽的感觉 重复几次后 整个人都会感到神清气爽 因为肺痛百脉 所以来说 从鼻腔里面 是一个很重要的 它既是我们的一个呼吸 肺主呼吸 一个器官 同时呢 它又是一个就是 也可以进行 看我们说这个 用药进行治疗 我们很多的那个喷雾法 都是通过鼻腔来做的 而是作用效果 比我们的口服效果要快 我们的鼻腔粘膜展开 有150平方厘米 这样吸进去的东西 是可以吸进去的 可以那个通过鼻吸收 鼻吸收有几大好处 第一个 它直接进入血液 不经过肝脏手过效应 不经过肠道的分解代谢 所以来说 它是还是有一定的效果的 无论在天气不好的冬日 还是梅雨季节 抵抗力较弱的老人和孩子 往往更容易受到外界的侵袭 因此 除了用熏鼻的方式 净化呼吸系统外 姚民们 还有一种独特的空气清新剂 在那个年代 当地人无法进行室内消毒 于是 他们总结出了这个 对草药进行高温加热的方法 期间要浇水浇醋再浇酒 好 走 这样的就是一浇气 一浇火就可以了 来 等到蒸汽上来后 就可以拿着药 在房间的每一个角落 进行喷洒 这是空气清新器 这样屋里的浊气 瞬间会被挤到门外 然后赶紧关好门窗 屋内的空气就会变得十分清新 而且芬芳扑鼻 这香气会扑鼻而来 这个香气 这个我就清新了 把门关上就可以了 它在空气中是一种雾化 雾化了以后呢 第一它可以杀灭空气这种漂浮的这个微生物 就是有害的微生物 第二个呢 它能净化空气 因为这种有一定湿度是有利沉害沉浆的 虚香料发生有很多种 对吧 我们大家最常用的就是那种烧 就是那种烧爱叶呀 烧那个东西 那个发现了后就是 这古人也用了很多 几千年了 它对空气中漂浮的B1微生物 有沙灭准 有人测过 它大概能沙灭的70%到80% 就是净化空气的准 好